哦,快来救救我呀,贝利亚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原来这天赛罗和格力乔来接小奥特妈们放学 今天我和格力乔接你们回家 你们的爸爸妈妈去执行任务打怪兽去了 你们快上我的车吧 就这样,小奥特妈们放下了防备 没有多想,一个个都上了赛罗和格力乔的车准备回家 却不知道有大麻烦就要来了 等全部上了车,赛罗开着车子就朝光之国的方向去了 就在车子跨到光之国大门的时候 在城堡前大门的奥特光线照耀下 小赛罗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天呐,赛罗在奥特光线的照耀下突然变出了一个尾巴 你不是我的赛罗爸爸,我的爸爸没有尾巴 你是冒充的,快说你到底是谁 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们到底是谁 原来是贝利亚和怪兽赛格鲁特变成了赛罗和格力乔 他们和黑暗怪兽把小奥特慢慢抓了起来 小赛罗,快点告诉我进入光之国城堡的方法 我要把你们光之国全部毁灭掉 不然今天本大王可饶不了你们 别指望能有人救你们 快点乖乖说出来吧 哈哈,既然你不肯说 那我就把你扔下去 小伙伴们,快点帮我出叫我们赛罗爸爸来救我 快点